为了吸引前辈上钩 艾克欧故意暴露自己就是那本同人本的画手 看着漫画里的自己被人捆绑 对方正进行着十分大胆的动作 那人正是自己的后辈艾克欧 看完这同人本明森一脸问号 很明显这画的是自己的小爱 但粉丝怎么把他脑补成这种霸道风批的性格 毕竟小爱在自己看来是那么乖巧懂事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作者画的还挺好的 忽然艾克欧出现在他身后把他吓一跳 明森赶紧捂住手机 面对艾克欧晚上吃饭的邀请 明森想也没想就直接答应 把他和刚刚漫画里的并交工对付 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 天天只想着把人吊起来的变态吗 接着到了晚饭时间 艾克欧想让明森尝尝自己这个牛肉盖浇饭 说着就挖起一勺地到他面前 看着这个动作 明森突然就想到了漫画里的那个场景 都快不好意思看他了 但要是就这么拒绝他的画会让人家很尴尬吧 只能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那本漫画 这时艾克欧告诉他明天张老师就要进棚了 这种类型的广播剧里面很多那样的戏 而且也是第一次配男主 很怕给前辈拖后头 于是明森问他等一下有没有时间 准备和他找个地方对对戏 艾克欧一听十分激动 去我家怎样 从这里过去只要两个地铁站 能和前辈一起练习进步 对我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 他都这么说了 明森哪有拒绝的理由呢 这时艾克欧放下手机就要去洗手间 期间明森看到他的手机响了 拿起一看是张老师 正犹豫要不要接 突然反应过来这不是自己的手机 怎么就下意识拿起来 这也太不礼貌了 再次看向手机 接着就被一个熟悉的ID吸引了注意 拿起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那本自己和小爱的同人伴的作者 这时艾克欧回来 前辈你看到了什么 明森瞬间慌乱不已 告诉他就是看到张老师的来电 拿起看了一下没接 接着艾克欧看到张老师的留言 明天进棚的时间改成下午了 这样的话今晚的练习要抓紧了 跟着艾克欧来到他家 明森浑身都在颤抖 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画那种漫画 旁边艾克欧看他好像很热的样子 贴心问他要不要把空调调低一点 明森告诉他不用了 现在温度就很好 想着既然来都来了 总不能一直这样胡思乱想吧 接着拿出稿子就准备和他对写 艾克欧十分激动 终于可以和前辈练习那段戏 剧本疯狂的爱是个十分狗血刺激的故事 崔胜是个财阀公子哥 萧白的弟弟生病 需要添加手术费 为了跟崔胜借钱 萧白只能答应把自己交给他 崔胜是个很霸道的家 不允许萧白接近任何人 特别是萧白的暗恋对象喊态 现在他们要练习的 就是萧白被崔胜壁咚强吻的这段戏 看着这剧本内容 明森忍不住吐槽 这个崔胜真是自以为是 如果自己是萧白早就报警 接着就开始进入角色对戏 艾克欧也是赶紧接上 到那段激动人心的戏份时 艾克欧看着前辈的表现 瞬间羞红了脸 他也太会了 这时明森指出 艾克欧这里不能这样发音 艾克欧表示自己没有轻轻的经验 有点难想象 于是明森上前开始传授他技巧 听艾克欧依然说是因为没有 实战经验很难办 明森就忍不住要说他了 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照样可以做好配音啊 一个优秀的配音演员 不应该全都指望用生活经验 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然而艾克欧对于他的这些大道理 只是左耳经右耳出 看来无论自己怎么暗示 前辈都不为所动了 因为明森前辈不喜欢被人触碰 经常被同事说有距离感 而自己为了不让他反感 总是尽量避免肢体接触 现在他渐渐也习惯了 和自己近距离交流 想着会不会是自己太可扯 对他的暗示才总是被他无视 要不干脆现在直接把他按住 随心所欲一番 虽然很想 但是又怕吓跑他 突然听到旁边 明森前辈一直在叫自己 艾克欧这才回过沈大 此刻正被他近距离盯着 认识他两年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碰自己 还有今天吃饭的时候 伸出勺子他也没有拒绝 甚至答应了跟自己回家练习 那说明明森前辈也是喜欢我 只要自己再主动一点 于是艾克欧一把抓住明森的时候 明森前辈 你愿意和我交往吗 不得不说艾克欧真是太会了 前面明明表白被前辈拒绝了 还没过几天 竟然就把前辈轻松拿捏住 做配音演员之前 艾克欧学习的是美术 平时会画一些漫画 因为缺乏灵感和创作动力 就没有进行连载 在接到疯狂的爱这部广播剧项目之前 他就看过原作小说 并且很有画面感 还根据里面的情节画了一些大胆的漫画 画的时候把自己和前辈的脸带入进去 漫画发到网上后 瞬间就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粉丝们直接把这漫画当作是艾克欧和明森的同人们到处宣传 艾克欧看到后也是乐在其中 甚至觉得粉丝主页这结婚照批的很不错 那天被明森前辈看到这部漫画 艾克欧一直很好奇他的反应 于是做出了一系列试探 接近他 但此刻听到艾克欧说要交往的这句话 明森顿时就起了鸡皮疙瘩 艾克欧不断凑近 接着就向他表白了 明森一把扯回自己的手 浑身颤抖着就要躲开 今晚的话我就当没听见 练习的是明天到录音棚再说吧 说着就匆匆离开了他家 艾克欧整个人愣在原地 明森来到车站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觉得肯定是他搞错 这就是一场梦 等梦醒了就好 第二天和他对戏配音时 明森还是感觉有些不自然 面对艾克欧十分投入的表演 明森也是将自己带入角色 配音过程中不自觉又想到了那本同人脉 真是让人脸红的程度呀 这边小姐姐对他比出OK的手势 结束后也是夸他发挥稳定 接着小姐姐还夸小爱也进步 看来明老师私下给你补了不少课 艾克欧表示是自己缠着明森前辈练习 明森看他这样和平常没什么趣 看来他确实没把昨晚的事放在心上 于是就准备和他一起去吃午餐 话还没说完 艾克欧就和小姐姐聊起来 自己则是被他直接无视 想要帮他倒咖啡也被他拒绝 甚至后面回家下雨 他宁愿淋雨都不愿跟自己撑同一把伞 明森觉得他这是生气 这天看到他过来 明森主动跟他打招 因为下一场戏的难度有些大 想要和他事先练习一下 但却被他无情拒绝 这下明森再也忍不住了 等会儿进朋友是配不好怎么办 会耽误大家时间的 艾克欧洗完脸抬头看着他 那就把我换掉吧 明森越想越气 一把抓住他的手 小艾 我知道那天晚上贸然离开很没礼貌 我给你道歉行吗 不要让这件事影响到工作了 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相处不好 艾克欧告诉他已经回不去了 接着转身 要么做我的恋人 要么跟我绝交 此刻的场景让明森回想起了上学时 好朋友跟自己绝交的时候 明森十分难受 怎么连孽这样 三天后 老板过来询问甲方指定的预告片 干音部分的录制情况 小姐姐告诉他 因为明老师和艾老师都请假了陆不良 老板听后却依旧淡定 小姐姐都无语了 拜托你有点危机感好吗 再拖下去咱们要付违约金了 这时艾克欧过来敲门 原来老板是艾克欧的舅舅 艾克欧告诉舅舅自己准备去英国了 不想做配音了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我不想伤害明森前辈 门外明森刚准备敲门 听到这话瞬间愣住 舅舅觉得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安排别的老师接替你吧 这时明森猛地打开门 老板见状也是给他们两人谈话的空间 明森不明白他明明那么喜欢配音 为什么要放弃 艾克欧也不掩饰什么 我是因为你才学的配音 可我的喜欢只会让你不舒服 这让我很有罪恶的 不过我明天就去英国了 你以后不用再见到我了 明森赶紧解释自己没有不舒服 注意到明森说这话是手都在抖 艾克欧让他不要勉强 其实明森很喜欢艾克欧这种边界的 他总是保持着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距离 既不疏远也不越险 因为太习惯于自我保护 而忽略了小爱这样是在迁就自己 他刻意保持的这种距离并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明森问他是不是只要自己答应跟他交往 他就不走了 此时艾克欧依旧不肯看他一眼 前辈不喜欢不要勉强 我不想被你同情 明森上前抓住他的手 我没有不喜欢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喜欢是否跟小爱一样 但是比起害怕打破边界 还是更害怕失去小爱 看前辈已经主动到要和自己牵手的程度 艾克欧无嘴露出得逞的笑容 接着转身 那我再问你一次 你愿意和我交往吗 为了留住艾克欧 明森只好答应他交往的提议 艾克欧十分开心 然而明森却还在想着他说要去英国的事 哭着问他能不能不要走 艾克欧赶紧说自己不走 晚上回到家 明森觉得自己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希望艾克欧能先对此保密 不要告诉大家 艾克欧也是答应了 看着小爱话的动漫人物 明森觉得他喜欢的应该是这种类型的 害怕自己会让他失望 想得到是如果和平分手的话 和他应该还能像以前那样 并给他拿来琵琶水 明森赶紧对他表示感谢 被他一直这样看着还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于是明森赶紧一口喝完 待会儿可能有人进来 我去给学员上课了 来到外面后 明森依旧不停咳嗽 感觉喉咙好痛 可能是感冒了 这时看到张老师过来 因为嗓子不舒服 明森问他能不能和自己换一下课 没想到张老师直接就拒绝了 表示自己也没空 并让他不要总是给别人添麻烦 明森觉得十分抱歉 事实上张老师是躲在卫生间打游戏 而这一幕刚好被艾克欧抓包 明森前辈这么可爱 你怎么敢这样对他 接着把明森前辈之前帮他的事情 给他再回忆一遍 他帮你做了这么多事 你跟他换一下课都不愿意吗 看艾克欧这样帮明森说话 张老师觉得他简直是疯了 艾克欧也是直接把和明森前辈的关系告诉了他 看到前辈过来 艾克欧赶紧把他封开 张老师十分气愤 真是服了你 我跟你换课还不行吗 明老师 他差点都把我掐死 你可别被他骗了 明森当即替艾克欧对他表示歉意 如果您真的为我们着想的话 请不要把我们的事说出去 帮前辈出气后 艾克欧还想着前辈能夸自己吗 接着就上前给他来了个抱抱 明森奇怪不是说好了保密的吗 既然刚刚都被听到了 艾克欧也不掩饰 为什么不能说呀 明森表示自己不确定能交往多久 心里其实对这段关系完全没有信心 与其被大家讨论 还不如不要公开 想不到前辈刚交往就开始想分手的事 他就这么不乐意和我发展这样的关系吗 于是艾克欧不再多说什么 看他就这么走了 明森开始担心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要求太过分了 接着来到外面找他 此时他正在楼下逗猫 看他回头的表情好像很难过的样子 艾克欧问他现在能约会了吗 看来他没有生气 明森告诉他自己感冒了想回家休息 没想到艾克欧却说要和他一起回去 明森本来是要拒绝的 但想着继续拒绝的话 他会不会哭啊 于是只好答应 二人走在路上的模样路人小姐姐看到还以为是明星呢 明森以感冒会传染为有想让艾克欧知难而退 没想到他根本不怕 既然如此明森只好带他回家了 看前辈状态不好也不想出门 艾克欧提议晚饭就点外卖了 看着眼前如此贴心的艾克欧 明森觉得他和自己真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对自己的喜欢肯定是带了某种滤镜 等滤镜破碎的那一天 他是不是就要离开自己了 原来艾克欧的乖巧懂事都是装的 只为能够让明森前辈喜欢自己 想到刚刚明森前辈用那样的表情说着那种话 艾克欧就要忍不住 但马上还是恢复理智 本来明森前辈就生病了 要是再吓到他就不好了 洗完澡出来后 看到明森前辈还在熟睡 想着等周到了再叫醒他吧 趁现在悄悄逛一下他的房间 好多专业书 不愧是明森前辈 五哥和苍苍 是我最喜欢的卡通洞 还有明森前辈的衣服也好可爱 连尺寸也一样可爱 好想穿一下他的衣服 突然看到收纳盒里的浴袍 拿起浴袍时 发现了下面的相册 是明森前辈小时候呢 接着爱可欧就坐在一边 翻看起了相册 里面记录了明森前辈 从小到大的时光 想着自己要是能早点认识他就好了 如果和他是十年前认识 而不是两年前的话 那个不屑于为任何人妥协 而任意妄为的自己 在遇到明森前辈后 陷入了动摇 要是被明森前辈看到了那样的 别说和他交往了 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吧 前辈愿意答应和我交往 也是因为我一直在迎合他的喜好 突然爱可欧看到了明森前辈 和另一个人的合照 这时听到前辈在咳嗽 擅自用他家预示很不礼貌 可不能被他发现了 既然他喜欢乖巧懂事的 那我就装到底了 只要能让他喜欢我 装多久都没关系 这边明森在梦里也梦见了爱可欧 爱可欧向他抱怨 明森前辈 别人谈恋爱都搂搂抱抱了 可你从来都没有主动过 明森赶紧解释自己只是不习惯 听爱可欧说这是梦 明森这才反应过来 在梦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现实也不会产生影响 于是就上前抱了他一下 感觉好暖啊 突然那个人又出现了 像你这样畏畏缩缩的人 跟你谈恋爱肯定很没意思 被抛弃才是最适合你的结局 明森被吓得猛的惊醒 转头看到旁边的爱可欧 明森前辈 你醒了 明森前辈还是太单纯了 爱可欧轻轻松松就将他拿捏 起来后看到爱可欧在旁边 明森庆幸刚刚那个是梦 这时爱可欧上前准备扶他 但马上又把手撤回 抱歉 你不喜欢我碰你吗 我买了你喜欢的红豆小米粥 小心烫 明森借过粥后手开始抖 看到粥药洒出来爱可欧急忙上前接手 是不是太满了 明森羞红了脸 你就不能喂我的 这句话说得非常小声 但还是被爱可欧看出来了 于是直接问明森前辈是想让我喂你 瞬间明森刚大到不知道说什么好 怎么会想到要让小爱喂自己呢 接着爱可欧抬起他的下巴 直接就这么喂给他 太大一勺明森都不能一口吃下 嘴角还渗出来一些 爱可欧上前伸手帮他擦拭 让他慢点吃 爱可欧还是不断投喂 下一秒明森前辈就吐了出来 洗完澡后明森还是觉得十分抱歉 把他的衣服弄脏了 爱可欧却并不觉得有什么 只粘到了一点底 地板我已经清理干净了 今晚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你吗 我打地铺就好了 明森觉得这不太好吧 听爱可欧说要回家拿衣服 明森让他穿自己的衣服就好 另外也可以就睡床上 说完就因为太困睡着了 爱可欧看着如此可爱的明森前辈 好啊 这可是前辈你说的 明森睡着后又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躺在一只狐狸的身上 感觉好神奇 动物的话自己就可以尽情摸它 不用担心被讨厌 要是小爱是只狐狸的话 那自己就可以 迷糊中明森睁眼 看着旁边的小爱 难道小爱真的变成狐狸了吗 感觉好暖 拥有大猛一身材的爱可欧 却被明森前辈问愿不愿意做zero 迷糊中明森还以为小爱真的变成狐狸了吗 感觉好暖和 想要再睡会 也不知道几点了 突然猛地清醒过来 不可以耽误项目进度 自己睡在这儿呢 你忘记了吗 明森有些不好意思的咽了咽口水 我昨晚发烧了 脑子不太清醒 爱可欧一脸坏笑 原来你不讨厌抱抱了 明森看到眼前的一幕瞬间羞红了脸 赶紧扯过被子 你昨晚一直这么睡的吗 爱可欧把昨晚的事告诉他 明森前辈不喜欢碰 昨晚该不会是把我当成别人了吧 明森赶紧解释 昨晚我梦到了一只狐狸 把你当成那只狐狸了 爱可欧一听十分委屈 原来我还不如一只狐狸 看他这么伤心 明森赶紧上前抓起他的手 怎么可能 你要是狐狸的话 我早就把你给 说到这里突然耿住了 爱可欧倒是来的兴趣 把握怎么样 这是明森的手机响了 瞬间感觉抓到了救命稻草 是好友阿宇发来的消息 来到阿宇住的地方 明森奇怪他能吃得完这么大的蛋糕吗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吃甜食啊 阿宇表示自己每天要想这么多剧情 不吃点甜食的话 大脑会罢工的 明森凑上前看了看他写的小说 尺度还是一如既往那么 现在和小爱配的广播剧 疯狂的爱就是阿宇写的 明森一边帮他收拾这乱糟糟的房间 一边关心他的近况 阿宇告诉他疯狂的爱第二部 原本想搞个刺激的倒戏做开篇 但是被编辑否定了 还要把自己叫过去当面聊 明森看到他那些羞羞的物品 瞬间就不淡定 赶紧问他跑来C室是为了躲编辑吗 阿宇告诉他不全是 我把一室的房子卖掉 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回事 看来阿宇这是又分手 阿宇问明森接了这个项目 怎么不跟自己说 剧情这么狗血 你就没有想问我的吗 明森指着他电脑上的小说 原来你也知道你写的东西很狗血 阿宇也没办法 这可不赖我 读者就爱看这些 明森拿起一本小说 真的不是因为你自己爱看吗 阿宇瞬间慌了 作为创作者 我需要虚心学习别人的作品 这样才能进步 看到明森咳嗽 阿宇赶紧上前关心 你这个讨厌被人碰的体质 注定就是个恋爱绝缘体 不过没事 有我陪你一起单身 不怕老来没个依靠 听着他的话 明森有些心虚 接着告诉他自己脱单了 阿宇直接瞳孔地震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明森告诉他自己跟小爱交往了 出去见阿宇的时候 艾克欧路上跟踪他 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 不能让我见 不会是骗子吧 突然收到明森前辈的消息 看到内容后 艾克欧直接不淡定 即便知道前辈是在试探自己 艾克欧还是十分认真的 回答前辈的问题 听明森说脱单的对象是艾克欧 阿宇当即提醒他 艾克欧不是表面那么单纯 他肯定没少沾花惹草 明森赶紧让他别这么说小爱 阿宇觉得他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 明森表示自己 其实很喜欢小爱对待自己的方式 虽然有时候逼得有点紧 但自己却并不讨厌 甚至有点小气大 如果自己是上帝视角就好 能看穿小爱的心思 甚至能掌握他对自己的感情 只要确认不会变 就不会这么苦恼 阿宇真是拿他没办法 在送明森回家的时候 阿宇提议可以试探一下艾克欧 你就给我自信起来 好好改改那个老毛病 把手机掏出来 我教你怎么发信息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条信息 明森看着那边的小爱 已经五分钟了还在输入中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莫名其妙 才刚交往就问这种事 这时收到他的回复了 此刻明森都想挖个洞 把自己埋起来 另一边艾克欧看着明森的回复 可是很开心的 踢要不试试 明森感觉都要休死了 赶紧发信息找阿宇求助 按照阿宇说的明森接着回复小爱 怎么感觉这发展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这时艾克欧直接过来找到明森 明森前辈 你怎么在这 在艾克欧坐在旁边时 明森更是羞红了脸 感觉好尴尬 要是他继续聊刚刚那个话题怎么办 艾克欧看出来他很紧张 前辈 我会等你真正接受我 这时公交车来了 明森看出来小爱知道自己在试探他 但他却没有为难自己 这反倒让自己有些自责了 听到前辈说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会喜欢他 艾克欧奇怪喜欢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明森十分确信 我需要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 既然如此 艾克欧的大脑开始运转 说到理由 又不能直接把自己想把他那什么告诉他 明森前辈是很抗拒肢体接触的 这个理由他肯定接受不了 一番分析下来 决定说一个符合他期待的 前辈做事很认真很有责任感 待人也很温柔 不会戴有色眼镜看人 指导我这样的新人也很有耐心 听完艾克欧对自己一系列的夸奖 明森告诉他只是看到了自己表面的优点 有没有可能你喜欢的并不是真正的我 想不到前辈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尽管艾克欧一顿解释 明森还是觉得他的这份喜欢是有试用期的 艾克欧十分确定地告诉他 不是试用期 喜欢就是喜欢 不是什么错觉 前辈 你不要因为低估自己就否定我对你的感情 我的眼光还没差到去喜欢一个魅力全靠装的人 你知道我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有多不容易吗 接着艾克欧就给他讲起了五年前的恋爱经历 即便是笑话送来的情书 艾克欧也是直接就要丢进垃圾桶 朋友过来对他一顿调侃 你就承认自己不喜欢女生吧 被朋友这样说 艾克欧十分生气 于是就答应了跟一个女生交往 但约会的过程中对那个女生却十分冷漠 女生受不了了 艾克欧 如果你不喜欢跟我约会 为什么要答应跟我交往呢 听着艾克欧的原因 女生觉得被冒犯到 直接气鼓鼓离开 艾克欧则是一脸无所谓 回去后试着看些那方面的电视剧 然而身体毫无反应 即便是杂志也一样 艾克欧不由地怀疑 难道真的像朋友说的那样 要不看看那些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艾克欧 偶然一次看动画片的时候 竟然起了反应 面对女生的问题 艾克欧都不知道该怎么回 要是就这么发出去的话 好像不行 接着重新输入 虽然听着很伤人的样子 不管怎样 就算被他讨厌 也总比纠缠不清好 想着要不去咨询下心理医生 总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开始幻想着妈妈看到自己的咨询结果 艾克欧 我没想到你不止国语讲的不好 心理素质还这么差 就你这样 还想毕业后去中国工作 突然整个人掉在地上 还是找个国语片看看 感觉这个动画片的配音好好听啊 狐狸安慰老鼠那一段 小老鼠哭得好可怜的样子 艾克欧听着他的声音 瞬间被他可爱倒 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我原来是会对动物器反应的变态吗 从那之后 艾克欧便开始自己画画 感觉还是动画片好玩 角色就是角色 比真人影视有意思多了 说起来 配音演员也算演员吧 于是就上网搜了下胡歌的配音 出来的真人样貌 自己真会受不了的 还是远离真人吧 一年后 在海滩度假时 朋友们都在打排球 艾克欧却在一旁看起了动画片 每当里面是苍苍的戏份时 艾克欧都会不断回退 进度调听他说话 突然朋友出现在身后 嘿 你在看漫画吗 艾克欧瞬间被吓一跳 接着猛的起身 你不觉得亏看别人的手机很没礼貌吗 朋友却不觉得这有什么 大家不都这样吗 艾克欧表示自己不喜欢这样 接着直接就走了 朋友觉得他最近好像变了 看起来就像个孤僻的宅男 听说最近在画漫画 类似超人那样的漫画 艾姆别墅里 艾克欧收到小说约搞作者的变化 艾克欧并不想画 你那小说太狗喜了 而且还是个毕业 我现在只画少年漫 作者奇怪 他之前不是画过苍苍和胡歌的同人吗 这两个角色都是男的呀 艾克欧告诉他那是动物不是人 接着直接挂断了电话 还有半年就毕业了 得赶紧找份工作才行 不然母亲肯定会安排我去他的公司 越想越觉得烦躁 顺势踢了下路上的罐子 这时前面过来个人把罐子捡起 艾克欧不能乱丢垃圾哦 得知艾克欧是缠自己的包 明森都要休死了 舅舅过来看望艾克欧 并想要他来自己公司 你不是想找份工作敷衍你妈妈吗 与其在别人那里打工还不如来我这 然而艾克欧却表示不感兴趣 这时舅舅想到了明森 我签了明森老师哦 你不是最喜欢他的声音吗 艾克欧告诉他自己 对他这个人不感兴趣 只是喜欢他的配音 舅舅找出明森的语音 接着拿给艾克欧听 在听到明森的声音后 艾克欧顿时怦然心动 在舅舅的一番诱惑下 艾克欧还是跟着他去公司了 翻看明森的主页 里面都是宣传配音的动态 要是他能分享一些日常就好 突然看到一张他本人的照片 原来他长这样 好可爱 接着看到他出来 艾克欧一眼就认出了他 注意到艾克欧的目光 明森感觉浑身不自在 一番犹豫后 艾克欧还是主动上前打招 您是明森老师吗 明森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艾克欧回过神来 明森不明白他喜欢的人 为什么是自己 比我长得好看 性格比我讨喜 能力比我强的人有很多 只是你运气不好 还没遇到人 艾克欧捧起他的脸颊 我一直以为能遇到 你是我的幸运 你却觉得是不幸 你为什么要这么贬逼自己 把我的感情想得那么脸颊 明森慌忙解释 小爱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你值得更好的 艾克欧抓住他的手 我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最适合我的 这就是我的评判标准 这时明森发现 他跟自己真的很不一样 但还是纠结 为什么会喜欢自己 艾克欧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如果我说我是缠你的包的 你会觉得恶心吗 一听这话 明森瞬间不淡定了 你是找不到理由了 才这样说的吗 艾克欧也被他这反应 整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很讨厌肢体接触 所以不敢说实话 可恋爱不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这反应 做朋友不就行了吗 听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艾克欧继续补充 就是荷尔蒙蜥蜴 动物界很多是靠荷尔蒙气息 寻找配偶 只要对位了 就能闻到对方的香气 如果不对位 就只能闻到体臭 别别的设定就是参考这个 咱们之前也配过 这种设定的广播剧了 明森这才知道 原来是有参考的 接着艾克欧张开双笔 如果你不行 可以闻一闻 想不到表面暖男的艾克欧 背地里竟然还喜欢香水 路上的老头老太太 看到他俩这样满脸的羡慕 明森并没有上前闻他的味道 时候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艾克欧顿时有些失落 明森前辈 你都不愿意闻我 是不是嫌我臭啊 看他这样明森赶紧上前安慰 表示自己并不是觉得他臭 艾克欧觉得他又没有抱着自己闻过 听明森说有 艾克欧就追问他觉得自己是什么味道 明森想了想 接着说到薰衣草 艾克欧告诉他那是自己家洗液的味道 明森赶紧换成茉莉花 但那却是艾克欧洗发水的味道 艾克欧不管那么多 闻到的味道也会变的 就像你担心我对你的感情会变一样 我也想要安全感 接着便提出要和明森前辈 每天至少拥抱十分钟 闻一闻味道有没有变 明森当即不同意 一顿拉扯下来 二人最终决定拥抱时长为一分钟 说着艾克欧就上前要抱抱 明森赶紧躲开 今晚不算 你可以回去了 于是艾克欧只是捏了捏他的脸颊 好 我听你的 明森都不知道说他什么好 虽然每次都说听自己的 结果还不是按照他说的来 晚上回到家后 那个广播剧的 原作者天使爱将老师 这是他的资料 你别外传啊 读者至今还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吗 之前跟他的经纪人谈影视版权 我要求跟作家见面 他不乐意 我以为是长得丑不愿意露面 经纪人就给我看了他的资料 没想到这么可爱 艾克欧觉得明森前辈大晚上去那个人家里 两人还站了那么近 就没有戒备心吗 自己都用了两年才邀请 尹赶不想再听他废话 艾克欧却还在一阵倒露香水 混合了秘菊玫瑰和白桃 这味道适合明森前辈 我要让明森前辈 喷上我亲自调制的香水 只要是他待过的地方 我都能闻得到 明森把今天的事情都跟好友阿宇说了 听完阿宇的一番话 明森觉得很有道理 也是 小艾应该不是第一次谈恋爱 他都很少说自己的事 他都不告诉我他就是墨图 想着他在认识自己之前 就开始发这种类型的漫画 角色会不会有原型吗 好想当面问他 这是收到墨图更新的消息 竟然是香水 这也太刺激了吧 自从上次说好了 每天抱抱一分钟 艾克欧对此一直都是充满期待 这天听到门铃声 明森一打开门就看到了艾克欧 早上好 明森前辈 没等明森反应过来 下一秒就被艾克欧抱住了 我们不是说好要每天抱抱吗 你觉得我身上的味道怎么样 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 明森就想到了那个漫画 瞬间就害羞到脸红 回答艾克欧还挺好闻的 于是艾克欧对着他就是一顿蹭 要让他身上沾满自己的味道 一分钟时间到 明森赶紧把艾克欧推开 艾克欧觉得十分委屈 一定要这么准时吗 第二天坐公交的时候 艾克欧又忍不住想要抱他 明森觉得人太多就没同意 之后来到电梯里 明森害怕等一下会有人进来又拒绝了 一直到公司开始录音了 因为明天明森要去是参加慢诊 今天两人只能加把劲把这几端录完 晚上两人还是一起下班的 上车后艾克欧不断看着时间 还有20分钟就到12点 司机看他俩这么亲密 问他们是同事吗 明森羞红着脸回答案 旁边艾克欧又问可以抱抱了吗 明森慌忙说不行 直到下车后 艾克欧再次问到抱抱 明森十分奇怪 小艾你今天问了好多次了 艾克欧告诉他一天只有一次机会 想要找个最好的时机 而且现在马上就要12点 明森当场被他逗笑 他怎么这么可爱啊 听到明森前辈同意了 艾克欧一把将他抱七句高高 一分钟时间到了又马上把他放下 问他明天几点出发 因为明天要录完三天的赌白 就不能陪他去世 但还是想要不去找他 不能浪费明天的抱抱 第二天明森刚洗完澡 看到小艾的未接来电 马上就给他打了回去 和他聊了下今天的漫展情况 艾克欧听他很累的样子 于是决定用声音帮他按摩 明森奇怪还能这样吗 接着按照艾克欧说的躺下 听着艾克欧的声音 一顿操作下来 明森感觉都要升天了